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致力于古典音乐的推广 搭配全台优良演出团队 深入各社区进行公益巡演 耕耘社区的艺文发展 将音乐带到台湾各个角落 今天由异想室内乐团到平溪区来进行演出 一开场就一次好几首筷子人口的乐曲 让台下男女老少都很有共鸣 这次也很幸运 我们可以邀请到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计划 他们是2020社区音乐会的计划 我们去年就申请了 今年度很有机会搭配我们的会员大会 我们让在地的乡亲还有我们的店家 一起来做一个非常专业 而且放松的音乐饗宴 平溪魅力商圈理事长就说 飞香地区要听到专业音乐者的演出十分难得 借着今天商圈召开会员大会 也把店家聚集起来 并邀请附近民众一起前来 感受一下乐团木管五重奏的魅力 频道的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 这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 它其实是一个钢琴作品 然后就是我们把它做了改编 然后刚刚很像那个有点 Swing爵士的一个找舞蹈的感觉 我们把它改编成木管五重奏 在疫情的这个影响当中 我们出席率是很踊跃的 防疫措施我们很严密 不停的做这个实名制消毒 还有我们的间隔都是有做足标准 今天平溪灭力商圈举办年度大会 参与的会员也相当踊跃 防疫措施量测体温实名制 酒精消毒不能少 大家也都做梅花座区隔开来 商圈也邀请到异想室内乐团进行公益巡演 让悠扬的乐曲声充满平溪地区 杰纯威 平溪采访报道